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这首曲子的第一个段落 从第一小节到第八小节 是它的一个前奏 这个前奏在这首曲子最后还会再一次出现 它是这首曲子里难度比较低的一个段落 第一个和弦呢 1M和弦 十指一弦的二品 中指二弦的三品 五名指三弦的四品 EM 按好EM的同时呢 我们再用小指同时按住第一根弦的第五个品格 构成这个纸法 好 一开始一个爬音 然后勾弦 一弦 勾五品 勾小 二品 然后四弦的空弦音 特别注意最后这个四弦的空弦音啊 尾巴很短 我们知道这个音符叫做二分音符啊 所以整体的节奏 一拍 一拍 两拍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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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接下来呢 D和弦啊 D和弦呢 有很多种按法 你可以用三根手指来按住它 也可以用一根手指小横按的方式来按住二三四 这三根琴弦的第二个品格 好 都可以 但是呢 我之前有说过啊 在我们谈指谈独奏的时候啊 要尽可能的节省我们的手指来按住和弦啊 这样子当我们一会儿谈到一些更复杂的指法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有多余的手指可以帮你 难度会变得低一些啊 好 这里呢 我们用一根手指小横按的方式按住二三四 三根琴弦的第二个品格 同样 爬音节奏跟刚才一样 一 二 三 四 最后一个音符是两拍 然后呢 C和弦 但是这个爬音啊 只爬到了三根琴弦 二三四 三根琴弦 所以我们在爬音的时候 拇指最终会落在第一根琴弦上 像这样 对 不要拨响第一根琴弦 这个音符是两拍 一 二 三 好 我们会看到接下来会有一个下扫啊 这个上面的二弦的三品需要按住 所以我们先爬音 一 二 三 后面又有个连音线 把这个小小的下扫啊 又连接了一个四分之三拍 对 非常好 是四分之三拍啊 它因为它本身是半拍的八分音符 又加了一个副点 这种括号 括起来的音符呢 代表用连音线和前面的音符连接了起来 你并不用弹它 但是需要把它的时间空出来 所以这个下扫一共是一拍加四分之三拍啊 一有四分之三拍 最后有一个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 弱拍啊 什么叫弱拍呢 我们在通常打拍子的时候啊 是一 二 三 四这样打拍子的 那在我们一和二 二和三 三和四之间的这个停顿的那一个时间 就被称之为是弱拍 那今天的我们的曲子里啊 大量的在弱拍上面会有演奏啊 那如果弱拍上有扫弦 我们上节课说过了 弱拍上如果有扫弦 那它通常都是上扫 对吗 因为我们的手一直都是在保证着下扫下扫匀速扫弦的方式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弱拍上面的扫弦 你看它是个上扫啊 好 我把它连起来啊 这里数着点拍子可能会清楚点 一 二 三 四 你会看到是当我数完了四的时候 我才弹响了这个G大七和弦的上扫 没错 因为它是在第四拍和下一个小节第一拍之间的那个拍子 叫做弱拍 我们再来演示一遍 一 二 三 四 好 那接下来这个弱拍呢 同样又有连音线连接着下一个小节的开头的这两拍 我们看到一开头这个G大七和弦 同样是以括号的形式来展示的 它的尾巴上有一个小很短的尾巴 这个是两拍的音符 所以这个弱拍要连着它 下小节我们要先空两拍啊 一 二 再开始 击弦 二弦 空弦音 击小 二平 四弦的空弦 一弦的空弦 好 我把这两小节连接起来 你才能听出来一个弱拍的感觉啊 一 二 三 四 五 二 二 三 二 听到了吗 我会先空出两拍啊 上一个G大七和弦 好 接下来是一样的 我们先好一个用实质摁住第一根琴弦的第二个品格 我给这个叫C大七和弦 爬音 勾响 空弦音 用无名指按住一弦的五平 好 这个音符是两拍 一 二 三 四 好 D和弦跟刚才一样 一 二 三 四 C和弦爬响 三根琴弦 它有两拍 跟刚才也是一样的啊 是三根弦 一 二 三 四 好 数完了四 再弹那个上手 一 二 三 四 二 三 三 四 好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曲子里会大量出现的特殊节奏 弱旗的节奏 我们不是在数一 二 三 四的时候弹 而是在数完正拍的时候在弹 有很多这种音符 它们通常都是以上扫的形式来出现 好 我把这个段落连接起来 连贯起来演奏一遍啊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4 2 3 4 好 这就是前奏 这个段落在节比还会出现一次的 我们叫做它段落1 然后是段落2 从第9小节到第32小节 是这首曲子的主歌部分 应该是你比较熟悉的一段旋律了 好的 在这段旋律里边 除了我们大量的见到弱拍的节奏 扫弦 扒音以外 我们要主要的仔细的去区分一下 乐谱里边扒音和扫弦的差异 扒音是一个比较温柔的动作 我们需要一根一根的拨一下 和弦里的每一根琴弦 这个动作叫做扒音 而扫弦的动作 我们要刷着一下 迅速的扫响和弦里的每一个声音 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为了弹出这种区别 希望大家在演奏扒音的时候 尽量把每一根琴弦的时间差拉开 扫弦的时候 尽量让它变成一整片的声音 这样听上去才会有一些差异 好 一开始是一个C和弦 虽然是C和弦 但是我们可以 只用实质按住第一弦的第二个品格 因为接下来的旋律音会出现在这里 然后扫音 三根弦的扫音 一拍 我们要特别注意一拍后面有连了半拍对吗 为了突出接下来的弱扫 弱起 连音 下扫 后弦 分开来听好像听不出什么节奏感 今天我们需要大量的用到打拍子的技巧 数着拍子 你就听出来这种节奏的特点了 好 一 二 三 四 弱起的拍子很难数对吗 数的时候不要弹 弹的时候不能数 好 他有小节 D和弦啊 刚才一样刚说的只有四个和弦 这个曲子里基本上 我们可以用小横来按好它 节奏跟刚才是一样的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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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种特别的节奏几乎都是弱起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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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右手 左手一直是一个D和弦 不用动啊 接下来是C和弦 我们用无名指摁住第二根琴弦的第三个品格 好 我们用十指和拇指同时拨响第二根和第三根琴弦 一个双音 然后再摁住二弦的二屏 再变成三屏 同时拨响二弦和三弦 四弦的空弦音 放开 弱扫 好 一个弱起的弱拍上的扫弦 好 连起来 我们再到最后一个旋律音的时间拖的比较长 OK 然后G大七和弦我们用一根十指同时摁住一二三弦的第二个品格 一开始我们先空半拍 空 三弦 二弦 上扫 为什么是上扫 对 因为它是弱拍上面的 等半拍 再上扫 再下扫一拍 我们连起来听一下 我们连起来听一下 好 是这种感觉 好 这里全部是扫弦的动作 接下来是一样的 还是C和弦 我们用十指摁住第一根琴弦的第二个品格 下扫 拨响二弦和四弦的空弦音 爬音 勾弦 好 D和弦 下扫 空 上 空 来遍 好 C和弦 我们用中指摁住二弦的第三个品格同时摸小 二弦和三弦 好 跟刚才是一样的 然后又是G大7和弦 十指 恒文主一二三弦第二个品格 同时摸响 二弦和三弦 注意后面有一个联音哦 好 这个节奏怪怪的 大 大 大 这样的节奏 大 大 好 前面两个一拍半最后一个一拍的节奏 很奇怪的感觉 然后C和弦跟刚才一样爬一 十指扔出一弦的二品 一拍 四弦 一二弦的一个上短筍 我们伸出十指 轻轻的快速的拨响 一二琴弦 的两根琴弦 上短筍 再来一次 勾弦 再来遍 好 然后D和弦 我们用小横按按住三根琴弦 节奏一样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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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别的感觉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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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注意最后一个四弦是空弦音啊 所以我们在拨的时候呀 又把这个小横按按一下露出四弦的空弦音像这样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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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然后我们用十指摁住第一根琴弦的第五个品格 后面的节奏比较复杂一些 我们用爬音先爬向每一根琴弦 击弦 一弦的七品 再放开 然后无名指摁住第二根琴弦的第七个品格 第一弦 然后一个下的爬音 这是个G和弦啊 好 我把它连起来弹一遍 大大大大大大 再听下 G弦 等半拍 等半拍 半拍 好 这些音符都在弱排上面啊 好 接下来呢是个G和弦 刚刚我们已经弹过这个G和弦了 然后十指摁住三弦的 第二个品格 无名指基响第四个品格 等半拍 抬起来 抬起来 等半拍 都是为了等出来这个弱排啊 好 然后用十指摁住一二三弦的二品 上扫 下扫 好 我把这两小节连起来 十九 二十小节连起来弹一遍啊 好 是这样的感觉 好 接下来一样啊 C和弦我们用十指摁住一弦的第二个品格 和爬音 二弦和四弦 爬音 勾响 空弦 D和弦 空 刚才差不多啊 我们就一代二过了 好 就是这个G大器的节奏 我们 Pros 不烦 那这边有很多弱排啊 好 C和弦 我们用十指 our 今天虽然写的都是C和弦 而不是三品 对 因为二品是这里的旋律音 好 我们爬音才响 这里的节奏非常简单 都是八分音符 四二三 好 D和弦 好 一拍 C和弦 好 这个C和弦 我们只要按住 用我们中指 按住第二天的 第三个品歌就可以了 好 注意爬音爬到了 第二根琴弦 不要播响第一弦 一个弱弃的 极大弃和弦 再来下弃小节 放开 横按 好 后面下一个小节 一开始是一个连弦线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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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七和弦 好 十针路一弦的二品 爬音 一起 勾弦 小横按 D和弦 扫弦 空上 空 好 好 注意这里的节奏 好 跟刚才一样 改极弦了 十指 N主 一弦的五频 爬音 极弦 放开 二弦的七频 爬音 一弦 几和弦 好 这个几和弦 后面还连了两拍 所以一共是两拍半的几和弦 好 连起来听听这里 都是弱排的感觉 好 基大七和弦 下 上 下 好 至此呢 到第32小节 我们段落二就结束了 接下来呢 段落三 从第33小节到第40小节 其实跟之前段落二的演奏方式差不多 只是分个段子 在这里 好 爬音 C和弦 然后 按住三弦的二频 放开 好 毫无悬念的还是D和弦 小横按 按住三根琴弦 爬音 只有三根弦的爬音 然后用我们的无名指 按住三弦的四频 再放开 好 C和弦 我们用中指 按住一弦的第三个平刻 十指 也先预备好 按住第一根琴弦的第二个平刻 好 我们做一个爬音 一个勾弦 好 后面我看到四个叉叉 对 在这里我们表示切音 它在正拍上 所以当然是下 往下的切音 好 然后我们用十指 弹一个小小的上扫 只弹响 二弦和三弦 然后呢 我们保持住 刚才十指 不要放开的状态 用我们的中指 按住第二根琴弦的 第三个平刻 要做一个上扫 然后演示下这里 然后我们用十指 按住三弦的第二个平刻 滑音 到第四个平刻 再回来 好 有点复杂 我们再来一遍 好 继续 G大七和弦 一开始 我们会看到 有两个刚才那个 三弦二品的弦音 他们还有 隔一拍半 所以我们先等一拍半 大大 上扫 上下 好 从弱排开始 上 上 上下 好 C和弦 好 这里很有意思啊 空弦放开 下扫 小和按 按住三根弦 的第一瓶 再爬音 这个零一 二是什么呢 是一个过渡音啊 听上去 很有味道 连接这种感觉 很完美的把C和弦 D和弦连贯在一起啊 好 D和弦 爬音 五名指 三弦的四平 小的爬音 两个弦 全部是扫弦 C和弦 下下上 D和弦 下下上 C和弦 我们用我们的中指 按住一弦的第三个品格 也事先把一弦第二瓶按好 因为接下来有个勾弦啊 爬音 再次爬音 勾弦 接下来二弦三品啊 我建议大家用小指来按 因为很奇怪 干嘛用小指来按呢 先弹弦 再次弹弦 滑到 第五品格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很方便 只需要用十指 按住每一根琴弦的第二瓶 就构成了接下来的 这个D和弦的指方 所以这个当你弹了两遍之后 你就会有这种经验和心得了 这样按 容易一些 小指 吓死了 不需要换手指 我们再来一遍 小指 滑音 好 至此就是完全的第段落三 后面我们就开始重复前面的两个段落了 好 最后呢 我们又重复了一下段落二和段落一 演奏技巧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我们就一带而过 把它顺着演奏一遍就好了 从第41小节开始 爬音 D和弦 下 放开空弦 弱旗 C和弦爬音 后弦 D和弦 下 下 上 好 高把位的G弦 G和弦 下 上 下 好 好像刚才一样 C和弦 好像刚才一样 C和弦 D和弦 D和弦小横 下 下 下 上 下 上 高把位 好 至此是段落二到四十一到五十六小节 然后我们又重复了一遍段落一的前奏 开始 EM和弦 很好 EM小指 按住一弦的五平 勾弦 D和弦 一 二 三 四 C和弦 三根弦 二 按住 二弦的三平 上 扫 二 C和弦 O弦 D D D 二 三 四 C D 二 二弦的三平 三 四 一个高把位的G9和弦 收尾非常好听 我们用 中指 按住 第三根琴弦的 第九个平革 用十指 按住第二弦的 第七个平革 无名指 按住第一弦的 第九个平革 G9 很好听 这么长的音符 千万不要忘记 加上颤音 好好作为节位 OK 至此呢 这首曲子 我们就完整的弹完了 并没有特别多 复杂的技巧在里边 当然呢 最难的地方是 关于节奏方面的 掌握的方式 那所以呢 首先大家要 懂得如何去 分析他们的节拍 在以前的课程里边 我就教给过大家 打拍子的方式 对吗 打拍子方式 其实很简单 用手上下的摆动 来在空中画 V字形 一个V是一拍 一个V是一拍 然后像这种 比较复杂的 充满了弱拍的节奏 我建议大家 可以先拿铅笔 在下面把 V字形画出来 学着像我刚才 在屏幕上 做的那样 把比较复杂 段落的V字形 画出来 跟着它来 数拍子 你就可以把 那个节奏表现 找到了 比如说 你看到很多 都若启 如果一开始 你不太熟悉 读节奏的话 像这种 画V字形的方式 对你来说 是个很重要的 一个打拍子的技巧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 其他的主要就是 爬音 扫弦 那些切换的方式 和弦 也只有来回 来回回就那么 四个和弦 最主要我们的时间 都浪费在了 读曲节奏上面 当然相信你 如果把这个节奏 弹清楚了 这个曲子 那种独特的韵味 独特的律动 应该让你会 感觉到耳目一新的 好 以上呢 就是这首曲子的讲解 如果你对这个视频呢 这个课程呢 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呢 也欢迎你在论坛 星光流行音乐教室的 微信平台 或者微博上 与我保持互动 如果有条件的话呢 也欢迎您亲自来到 上海星光流行音乐教室 去学习非礼礼 星光流行音乐教室 期待各位的光临 明镜与好onton! we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